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让一个小男孩把超市里的套套全都用针刺破 而这几盒产品很快被已有益子的郑景男一家 女强人阿美还有成天右手好险的花心富二代小帅买走 阿美其实早已结婚 但是事业心极强了他选择了隐婚 他的丈夫小壮是他的下属 为了不让同事怀疑 他们只能趁没人的时候头目的甜蜜一下 而郑景男有一个读小学的儿子 他们的经济条件很一般 经常会为了柴米油烟发愁 但一家人很知足 生活安逸幸福 另一边 情长高手的小帅则陷入了各种温柔项链 而他们唯一的共同点 就是在情人节这天都用了被针穿破的产品 这天因为小壮手里的项目出了些问题 为了不被拖后退 阿美直接撤了他的拳 这让小壮备受打击 而长时间的地下情早已让他厌烦 他想要过正常的夫妻生活 他想要个孩子让生活更加圆满 这遭到了阿美的反对 他不愿意为孩子放弃大好的机会 而身为保险销售的郑景男 因为太实在 不懂人情事故 导致到手的合同又慌了 这让他的上司对他非常不满 工作岌岌可畏 花仙的小帅则继续周全在各个女孩身边 不过他也是有正牌女友的人 请到深处 两人居然在试衣间玩起了火 天使看到后 为了教训小帅 故意事发放大了两人的声音 这让小帅彻底获了 转眼两个月过去 这天 阿美和正常男的妻子同时发现自己怀孕了 阿美连忙回家查看涛涛 猛然发现上面的阵控 于是气不打一出来 何小壮暴炒一顿 他坚持要打掉孩子 天使知道后 事发让机器坏掉阻止阿美 而身为工作狂的他 因为怀孕体力不支运道 昏迷中 他梦见一个血淋漓的小女孩来找他 不停地询问 为什么要放弃自己 小庄也因此要和他离婚 和别的女人一起生活 所有的人都开始对他指指点点 这一刻 阿美无比后悔 他猛然惊醒 发现小帅依然陪在他身边 他再也控制不住 他告诉小帅 自己要生下属于他们的孩子 两人和好入处 另一边 正解难得知妻子怀孕 一头雾水 这样本不富裕的家庭 多了一份压力 两人都小心试探着彼此 担心是对方想再要一个 好在因为儿子的调皮 让他们发现了蚕刺套套的秘密 虽然 新生命的降临 让他们措手不及 但正解难认为 这是个美丽的意外 于是和妻子商量 留下这个孩子 而小帅这边 直接乱了套 处处留情的他 被众多女友告知怀孕 没玩够的他 怎会就此安定 他不耐烦地通知女友们 打掉孩子 负责是不可能的 天使看不下去了 施法教训了他 让他彻底失去了 生育的能力 小帅坐不住了 他立马打电话给女友们 挨个劝说他们 留住孩子 故事的最后 阿美和小壮 在亲友们的见证下 举行了婚礼 而正解难的善良 感动了天使 施法让他获得了 一大笔订单 不仅让他保住了工作 还让他们的以后 生活无忧 但最大的赢家 并不是他 小帅凭借着 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舍 让他的众多女友 心甘情愿地替他生下孩子 那场面 简直是三宫六院的既视感 让人眼花溜乱 故事也到此结束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饼子叫 天使家道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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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